自從暴力遊戲的興起 有不少青少年流水非常高漲 這些異常現象是怎樣造成的呢? 我們就做了一次模擬實驗 瘋狂打暴力遊戲96小時會有什麼變化? 今天我們找來一個year4的學生 司徒先生做我們的實驗主角 這次他的工作很簡單 就是入住我們安排給他的實驗房間 四天包他一天三餐 但有個重要條件 就是需要保持著每天打機 實驗開始 第一天司徒沒什麼特別異樣 依然很正經地打機 我們加了料給司徒 就是特辣芥末 司徒預備吃他的第一口 司徒竟然沒有反應 似乎真的很專心地打機 到了第二天 我們特地要女朋友打給司徒 喂? 喂?BB? 你在做什麼? 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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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聞 司徒是成大的模範男友 會不會影響他的形象呢? 第三天 司徒的房間已經越來越凌亂髒 我們唯有派清潔姐姐進去 嘩!很臭啊 姐姐起勢地蓋司徒的頭髮 她竟然沒有反應 我們嘗試叫姐姐走去電視機前 閉嘴 司徒一句 閉嘴 嚇到姐姐跌低 究竟她為什麼這麼暴躁呢? 司徒來到第四天 她幹嘛發呆的樣子? 她沒有吃過飯 也沒有睡覺 看一下她的黑眼圈 哎呀不行了 我們要腰斬這個實驗 什麼事啊? 情況已經不受控制 等我們討論一下 成大犯罪學 黃成榮教授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找到黃教授了 過來吧 進來吧 教授 教授 我們在這裡做個實驗 你看看 為什麼會這樣的? 讓我看看 謝謝大家 其實西方的研究已經發現 有大約8-9%的青青年 如果沉迷打機 是會出現情緒波動 因為她覺得很興奮 興奮到一個地步 吃東西都沒有那麼好吃 打機就最好玩 最興奮 有時候有些人走過來騷擾她 她會推開腳 甚至她什麼都不理 其實研究都發現到 如果越來自一些 有保護因素 有良好背景的家庭 她的問題就沒有那麼大 但如果她只是沉迷在打電子遊戲機 又沒有什麼生命的目標 或者嗜好的話 這些年輕人 其實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其實有誰不喜歡打機? 打機的東西 最重要是適可而止